大家好,歡迎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我是沈益林 首先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受到東北季後風的影響下 華南沿岸今日的雲量相當稀少 所以在下午游圍廣望出去見到的天色非常不錯 見到不少的藍天 至於氣溫方面,香港大部分地區的最高氣溫 介乎26至28度之間 而我們預期明天的天氣都會是差不多 但隨著東北季後風逐漸換和 風勢就會變得比較微弱 所以今晚去到明天,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 天晴,明早時區最低的氣溫大概去到20度 新界會再低幾度 日間乾燥和溫暖 最高的氣溫大概去到27度 風方面是吹輕微至黃緩的東北風 而至於之後幾天的天氣 由電腦預報圖我們可以見到 去到星期五的時候 我們就預料會一股特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後風影響廣東越岸 到時我們的風勢就會變得比較大 但天色依然都是不錯的 所以展望方面我們預料 之後那幾天都是大智天晴和乾燥為主 而去到星期五和周末期間風勢就會變得比較大了 多謝大家收看今節的天氣節目 再見